姜文、崔永元和冯小刚 姜文最近一直在马不停蹄地为邪步押正奔走。 21届上海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他既要负责评审工作,还要宣传自己即将于7月13日上映的新片《邪步押正》。 关于近期崔永元对冯小刚一事,姜文说,甭管谁跟谁不愉快,谁跟谁势不两立,都来看邪步押正,我请,看完了邪步押正可能这事儿就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了,是吧,邪步押正吗,这个很大的道理在里边。 7月10日晚上,《邪步押正》首映里在命云古北水镇举办。 除了电影主创团队彭于燕,廖凡,周韵,虚晴,泽田千烈,安迪及幕后主创全家登场之外,圈里有头脸的人也都没少来,贾张科,王学奇,红金宝,宁浩,张一白,马卫都,黄博,夏宇,袁全,新之磊,崔永元,林一伦,黄博更表示, 今天是来过节的,姜文导演的作品是我们电影人的节日。 首映里上姜文一上来致歉,说看见很多好朋友都挤旁边去了,没做上好座,比如崔永元。 放映结束后,主持人李爱让黄博发表观后感,黄博说,一直被震在椅子上,一边喝着水,一边看着好电影,然后在这种环境里,感受还真是不一样。 特别羡慕能够参与到这部电影里的演员。 姜文导演的电影一上映,对我们来说,其实是过个小节,每过几年看一个姜文的电影,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姜文让您好发言,您好说,特别的爽,特别的姜文,特别的电影。 非常像电影的电影,非常是电影的电影。 全场的高潮是崔永元。 一开头咱们说了姜文准备请这俩人都来看电影,结果小崔来了,小刚没来。 小崔是这么说的,姜文,这样,我用我的微博给你宣传。 全场欢呼,我一直跟姜文说,你不要一直拍故事片,你拍个纪录片,拍纪录片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水平高低来。 所以今天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拍得特别好。 崔永元真就发了个微博, 又变成了大热门。 这次,冯小刚终于回对了崔永元,用了试问这种形式去责问。 因为图有点长,就不放出来了。 简单来说,手机不算影射,因为严守已干过的事儿。 小崔没干过,严守已有的朋友,小崔没有。 为什么不用法律手段维权而要造舆论伤害别人? 崔永元反转基因的背后动机可能另有他图。 中国电影产业蜻莫发展,票房已经能跟好莱坞分军抗力。 崔永元抹杀电影人十几年取得的成绩。 崔永元侮辱女性和孩子,断章取义,颠倒黑白。 刘振云说到过三次欠这事儿是撒谎,因为揭露阴阳合同导致传媒故大跌,众多股民蒙受巨大损失,扬言让手机耳耳平拍太不自量力。 按说这是这两人的私怨,再多评价其实就是口水。 可这两人的关注度又低不下来,所以也就有了今天这篇文章。 不过还是想弱弱问一句,教父的人物塑造的确不会对号入座某个黑帮大哥,可手机里的颜首尼对着观众说,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颜首一。 实在很难不让观众产生联想吧。 我们再说说中国电影产业的迅猛发展,的票房,可票房造价这事儿也不禁要问问,咱是怎么分庭抗理呀。 再说了,就算票房50个亿了,就一定是个好骗吗,可以打个问号。 这件事儿呢,让人再次复习一个道理,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现实世界就如同黑泽民的电影《罗生门》一样。 2010年,小崔说是改版,崔永远给冯小刚打了个电话,问他能不能来录一期冯小刚团队,冯小刚立刻就答应了。 启趣上节目的,有王中磊、刘振云、张寒宇、廖帆、王黎光、鸾树和李莫。 崔永远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次我给冯导打电话,说来录个节目吧,他就带着一杆明星大儿来了。 我们上岁数的人会从容处理矛盾的。 冯小刚则把自己的导演以唐山大地震的模型都捐给了崔永远的电影博物馆,冯导还跟张寒宇商量说,要把集结号里面的服装凑齐了放在小崔的博物馆里头。 崔永远听到这个消息,表示特别感激和感动,说他们都是过硬的真朋友。 过硬的真朋友反目互掐之时,就总有要站队的人,总有看热闹的人,热闹背后能留下点什么呢? 至此江文导演新片还有两天就要上映之际,聊聊江文跟着崔,逢二人的渊源吧。 江文曾经在2012年4月做客小崔说是,这期节目做得挺用心,众所周知江文喜欢对记者,其实他可能只是较真,觉得记者亦没用心理解他,二提问不专业。 现在的江文不对记者了,因为已经差倍了,现在的记者都是闺女倍了,情何以对。 节目里崔永元问江文为啥不愿意接受采访呢?江文说,你没找我啊。 拍让子弹飞期间,江文找过两次崔永元,崔永元说,等着事儿亮了再说。 崔永元拿来一个网友提问,问江文最喜欢的三位导演是谁,江文答了两回。 第一回,江文答,谢飞,谢进。 崔永元提醒他,三位。 第二回江文答,谢飞,谢进,旁边一个聪慧的观众喊嘞声,江文。 江文这边应道,那行吧。 崔永元做电影传奇采访过很多老导演,电影在他们的观念里非常神圣,有两位老导演跟江文合作过,一位是谢进先生,一位是谢飞先生。 谢进回忆拍摄《芙蓉镇》的时候的一场雨戏,说,完全可以不要下雨吗?累啊,江文淋了一天啊,一整天啊,雨里头淋了一整天。 彼时,谢进导演已经去世,江文坐在节目直播间里看这段采访,能看得出他的动容。 谢进导演回忆,这场戏所有的芙蓉镇的村民群演找的都是专业演员,所以能排出那样震撼人心的画面,这样一种敬业的东西,现在没有了。 谢飞和谢进对江文的评价一致,是最好的演员,希望他争当一个好的导演。 本命连的导演谢飞说,电影写实是最有魅力的。 我说我要冲着赚钱走,就不能选这个故事,这个要卖了钱,我甚至说要卖钱多了,那是对我这个电影的侮辱。 就是为艺术为一种思想表达。 谢进说,我们老扶在上头,所以现在有一些人我是很担心的。 看这两位谢到交叉出镜,江文观看期间摘下眼镜抹了抹眼睛。 冯小刚曾经在《我把青春献给你》里写过这么一段。 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 你拍的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但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吃是葡萄,到了还是葡萄。 另外一些导演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电影得是酒,但没有酿造的过程。 上来就是一口酒,结束时还是一口酒。 更可怕的是,这酒既不是葡萄酿造的,也不是粮食酿成的,是化学堆出来的。 他还说,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对我的电影,我听到过很多批评,大多都是围绕着商业两个字进行的。 但上面这位导演的批评却掠过了这些表面的现象,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这位导演名叫,江文。 冯小刚拍的《甲方李方》,其实有酒味,这部电影跟王硕有关,后来王硕去了美国,跟冯小刚说,你能活,咱就别一起死。 原桌派李洞文涛谈到王硕对江文的看法,就说他这个人吧,就是好像你老觉得,就是想帮他做点事,因为你就觉得,中国电影得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你也觉得,很难再有别的一个人。 不光是电影,其实任何艺术做到最后都是在酿酒,吸收,消化,在表达。 只是现在假酒,励志酒越来越多,以至于有时候观众只是喝到了葡萄汁,也都特别高兴。 其实这三人都跟电影有缘。 崔永元是媒体人出身,但心底里爱电影,于是做了电影传奇系列,江文受二位恩师切盟,眼儿优则导,在导演这条路上继续行走也许会以其绝尘,期待他的作品邪不压正。 至于冯小刚老师,让我们祝福他,把电影酿成酒。